我是一間55年家庭式銀動咖啡茶座的第三任接手人 其實我在這間店裡 我由備貨、落單、清潔、甚至是煮東西 都是我自己一個人做的 所以人家稱呼我唯一人茶餐廳 這間茶餐廳已經開了55年的歷史 其實對於這個地方來說 周邊的街坊都好像一個家的感覺 其實他們每天都會來到這裏 一年365天我們都會見 奶茶 謝謝K姐 真是又來了 今早也是這個時間 每天都來的 奶茶好喝 在2022年初的時候 突然之間第五波疫情再次襲港 但當時來得很急 所以我們的感覺就是手無色燥 當時最大的影響就是 因為那個限聚令收緊 當時由八個人開始到四個人 最後是兩個人 百業蕭條 整個街都沒有人夠膽出來 所以我們的銀和咖啡茶座都關門了 接近有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當時是零收入 其實從來都沒有經歷過的 我最感動的 首先就是因為中央他們 首先就派醫護團隊下來幫我們 這件事令我們非常之感動 因為我們感覺很無助 他們寫入自己的工作 離鄉別井 還有來到一個我們覺得比較危險的地方 所以這種精神我們覺得是非常之敬佩 所以都藉在這裏 其實很感謝醫護團隊 當時令我們香港可以度過最難的時間 還有中央他們比我們最大力 就是很短的時間 他們就已經見過方艙醫院 令我們那個醫療系統 即時就得到援助 所以這個是非常之感謝 因為我們自己都有停業的關係 那我坐在家裡 我都在想 我不能夠在以待斃 於是乎我都走出來做一個抗疫的義工 但是我們例如 我們有包、檢測包 接著就發放給一些生物大廈 去幫一些機產家庭 或者一些社區 比較疫情嚴峻的社區 我們做好安全的措施 就去幫忙派發 但是當時香港的氣氛非常之團結 因為有很多內地的企業 他們的團隊 他們都去幫我們香港 各界的人 他們都扶上了社會責任 他們會搞很多不同的活動 令到更加多人出來團結一致 雖然是艱難 但是香港的氣氛就很團結 其實每一年的七一 我們都是掛大大的國旗 但是今年因為適逢25周年回歸 我除了掛一支大大的國旗之外 我整個店鋪都掛滿的 區旗小小的國旗 全間店鋪都掛滿 除此之外 我自己就去到很多不同的 例如社區 或者是一些景點 將這些氣氛泡下來 放在我自己的媒體上 希望令到多些人去感受一下 這個回歸的氣氛 在2023年的1月8日 終於通關 我們的心情非常激動 因為終於等了三年 終於等到這個日子 我很深信通關是一個新的開始 可以推動到兩地的經濟很快復上 因為我很多媒體上 我們都看到很多人 站著等他過關 我看到內地的市民 對我們香港的同胞非常非常熱情 他們會大叫高呼 說很歡迎我們的香港同胞 我們的感受是無管動 以及哭出來 這個眼淚是來自心情開心的 原來一直連往 大家兩地都是互相等候 尤其是我們的義工 你通關了 你老公是否回來 是呀 幾時左右 過幾天過來了 有三年沒見過兒子 是嗎 是呀 兒子開心嗎 開心 開心 每天都掛著爸爸 每天都掛著爸爸 等了三年 我想兒子都長高了 爸爸都不認得 是呀 他的視頻都見到兒子高了 是呀 都不認得高過爸爸 通關是一個新的開始 期望香港我們的特首 可以藉著我們的國家帶領之下 將香港推動融入大灣區發展 令到更多年輕人 可以了解到我們的祖國 過往與未將來 是多麼艱難走過來 因為就是這樣 我相信香港一定會越來越好